李雅彤,爱女李嫣出生就患有兔唇,索性手术后完全恢复,李雅彤和王妃还为女儿成立燕燃天使基金帮助兔唇患儿,在与王妃离婚后,李嫣就跟着父亲生活,非常可爱懂事。 王妃,因为儿子患有兴天性的智力障碍,王妃敲碎了心,她曾表示,如果能让儿子健康,我愿意付出一切,甚至是生命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 谢敬,她有四个孩子,三个儿子一个女儿,不幸的是,有两个儿子患有智力障碍。 倪平,儿子患有先天性的白内障,倪平描述儿子的病情,很难站稳,老是摔跤,不能住室,抓不到眼前的物品,为了给儿子治病,倪平曾四处求医。 王铁城,儿子王卫平也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,为了让儿子在他们走后能好好活着,王铁城和妻子搭上全部财力和精力,妻子为儿子放弃工作,王铁城也为儿子的财力。 以后寻找着各种方法,其实这些明星妈妈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高龄产子,高龄产子的危害有哪些? 一,生育率会降低,随着年龄,你的卵巢卵子数量会降低,这意味着你会延迟你的怀孕,并且导致不孕的问题。 三十岁之后的女性胜孕几率会降低,还容易有子宫内膜异胃症和书卵管阻塞的问题。 二,出生缺陷风险。 虽然现在有很多帮助神育的方式,但却不能减低,婴儿出生时有先天缺。 性的风险,三十岁和四十岁以上怀孕,糖氏症的风险增加了三十分之一,流产和死胎的几率也会随着年龄增加。 三,分娩的并发症。 年长的女性在生产时会比较辛苦,不论是时间比较长或是需要幼保生产,某些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进行剖腹产。 随着年龄,子宫也会衰老,无法有效地运作。 四,产妇健康恶化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你会比较容易有生活疾病,像是糖尿病或高血压,这些可能会让你很难受孕。 此外,如果你的宝宝有遗传缺陷,约有25%的几率,你第二个宝宝也会有同样问题。